1986年,经典电影《汉卫战士》,女主角凯丽·麦基利斯,日前被拍到先生北卡·罗莱纳州老家,翻射自太阳报。 记者林南部综合报道,1986年经典电影《汉卫战士》,TOTGUN,上个月传出续即将开拍,且有55岁男主角阿康克·参姆克·克鲁斯,TOMC-RUISE一达刚男主角,至于女主角凯丽·麦基利斯,K-E-L-L-Y-M-C-G-I-L-L-I-S, 外貌也在今天曝光了,60岁凯丽·麦基利斯,狡辩,成了肥胖大妈,翻射自太阳报,汉内战士续集,目前正在美国加州圣地牙哥一处军事基地拍摄中,当年在剧中饰演帅气女教官的女主角,凯丽·麦基利斯。 今年60岁,即将待下个月欢度61岁生日,前天还被拍到现身北卡洛莱纳州老家附近,现在的凯丽·麦基利斯,目前经营餐饮市场,反射自太阳报,据太阳报报导, 一旦出营光幕的凯丽·麦基利斯,曾与前夫一同,经营餐厅,离坤后进军餐饮市场,当年凯丽高朝金发迷人外貌,一直是五、六年级生心目中的女神,在岁月如所村化下,凯丽虽然成了胖大婶,外貌仍保有当年独有气质, 传他有一代汉卫战士,世纪客串演出,希望一切能成真。 凯丽·麦基利斯,作《余埃堂哥》和演汉卫战士,是1986年经典电影,关设资网络,凯丽麦基利斯,虽然老姨被影迷印象深刻的,当年他除了余埃堂哥和演汉卫战士, 更疼于朱蒂福斯特和演经典电影控诉,该拼一局让朱蒂福斯特,登上了斯卡女后,传媒佳话,此外,凯丽与哈里逊福特,共同演出的电影证人,也获获好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